你現在在聽的是失望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摩扁、摩扁、摩扇、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他繼續說了 他說不同的見解 就算我還沒看資料也不應該 丟掉網友 問題就是 你如果沒看資料是不清楚的 你自己看看你之前說過什麼 你原來什麼都沒看過 你就在這裏說 那我可以說什麼呢? 你現在還要說別人吵你就不對 那OK啦 如果你這麼傻子都被人吵 說別人吵你的那個不對 那就沒辦法了 其實我很少說錯話罵別人的 很老實說 其實呢 阿威其實也說得對的 那鬼就說不討論沒有空間 不是不討論沒有空間 而是你所說的話 是誤導人的 我就告訴你 你是誤導人的 OK 那好了 阿威就說 其實本身只是籌款主題和使用問題 香港呢 是沒有明確法律管理的 但是現在政府才認為有問題 都沒有法律處理 不要做到太難 應該要用法律處理吧 不要做到太難看 是的 其實香港又不是沒有法律規管那些慈善機構的 其實那些慈善機構是一定... 那些搞慈善機構的那些人的錢是不可以落袋的 就是...拿份量的那些是可以的 但是那些... 錢是要洗得其所的 一定要放到慈善用途的 要拿去做社會工作的 這個是現實的 其實為什麼會被人投訴 正是正生英國的 當然是因為你在英國搞的 有些人是很討厭那些BNO人的 其實說真的 我也看到的社會是有這群人的 很討厭英國人 就是... 自稱英國人的BNO人 但是問題就是... 之後回來香港 他們也是你自己的社會問題 你怎麼搞呢? 對不對? Kokimi 說 之前有幾節都是講正生的 回頭先聽之前的前文後文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角度 但是不要猜測別人的容易 其實問題就是你自己也不尊重人 一開始的時候 說真的 這不是見解的 有些事情你根本沒有理會 現實就是這樣了 你可以多方面看的 那瓜瓜就是太激了 我也不想罵人 說真的 有時候 現在他那種操作 就是阿鬼那種操作 其實就是... 他就... 他就... 特地要我... 發怒吵架他 現在吵架他 他就可以拿一份糧 有錢收的 那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就是吵架他就有份糧 有份糧 就說OK 收夠醜了 那就OK 是不是? 那丁就說 問題是政府說 不再承認BNO護照 是的 你不再承認BNO護照 但是他們那些人是香港人 你可以不承認BNO護照 但是那些人是香港人 他是拿BNO護照去英國 他出境的時候 他是用特區護照出境的 你不承認BNO護照是真的 他出境的時候是用... 這個... 特區護照 是不是? 他去到別人英國那裡住 他還是中國籍的 還是香港人的身份 是不是? 雖然他們... 很多人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我也說過現實 但是如果他們在英國失敗的話 做不到英國人 做不到真正入籍做英國人 之後回來香港的問題 就更嚴重了 你根本是處理不了的 特區政府是 你倒不如給一些人去英國幫忙 讓那些人可以在英國落地生根 不要再回來 因為是對社會沒有好處的 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 Loris說我解釋了很多次 才少她 其實大家都可以評價 這個混蛋 做節目怎麼吵架人 我其實很少罵人 說真的 很少罵人 那... 阿丁就說 如果出境的話 進不回就大英諾 他們不會進不回來的 因為你不可能取消他們的身份證 就算現在取消了特區護照的人 那些人 現在有幾個人取消了特區護照 其實他要回來香港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有身份證 他的身份證是沒有取消的 是不是? 你明白嗎? 那麼香港藝民就說 就是介紹過摩洛叉 丟那星你認識才可以 自己搗亂別人的節目還扮弱者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沒所謂 我就吵架你了 很簡單 我就是這樣 你說要趕客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就沒有人聽 我也算了 有些事情我也沒所謂 說真的 我說過貼近事實的事情 我相信一定有人聽 有人喜歡這些事情 有人喜歡聽這些事情 那麼你覺得 不是啊 你說的不貼近事實 其實 那個情況就是 正身這件事情 雙方都有隱瞞 我說過現實 雙方都沒有說出來的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們雙方都有問題 就是說特區政府都有問題 是的 特區政府也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他們用正身書院的名義 其實你看回他們之前 他們籌款 他們不只是用正身書院的名字 他們出來說 會搞正身英國 那時候 他一出來說 搞正身英國 多少人扔錢下去 其實 你說這些是不是 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去幫助香港人 那怎麼勾結外國勢力呢 就是有些事情 其實 我覺得 你也要看看 宏觀的情況 如果在英國那些BNO 他們是不行的 如果有些人 之前試過 他跳樓自殺的 精神不健康的 其實 那些人看得都會心裡 當然有些人會笑 說街底死了 在英國鑑定死了 抵死 但是 香港的社會 不能再建基於這些仇恨 到了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有些事情要 復和 其實 講到現實 在BNO組國 英國那裡 BNO組國 其實如果特區政府 可以給一些人 我相信 有部份的人會 我相信 會多些回來香港 其實對香港也是好事 有部份的人當然不會回來 但是 BNO裡面 有些是藍絲 我都說 現實 其實有很多藍絲 都借BNO visa 計劃 走到英國 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開大門 給那些人多些來回香港 你起碼做多些生意 其實也不會影響國家安全 老實說 他們一兩個人 搞得什麼出樣子 現實是 可以回去香港 對他們的精神健康 都是好事 可以給他們多些機會回去 回來看看香港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對不對 所以藤經就說 最怕到時候回來香港 搶福你的醫療公屋 更麻煩 其實 走了去英國 那些BNO visa的人 我經常都說 求神拜佛 都希望他們可以 入籍留下 真的 如果他們不是入籍留下的話 他們對香港有一個很大的怨恨的話 在英國覺得不願意 對香港的怨恨很大 之後回來香港更麻煩 對不對 五門就說 其實是這樣說 BNO不用你香港政府承認 英國政府承認就可以了 又不是你香港政府發出的 其實現在是中國和內地 中國大陸 和特區政府不承認 不過其實中國大陸 一向都不承認 你用BNO visa 一向都不可以進入中國境 亦都申請不到簽證 所以大陸那裡 一向都不承認 BNO Passport 一向都不承認 香港不承認 是新的 香港以前 你上機check-in 都可以用BNO Passport 現在當然不行了 現在改變了 有些事情改變 但是 這些是很小事 其實我的看法 始終都是說到底 他們是不是都是香港人 走了去英國那些都是香港人 老實說 我不想他們壞 我是想他們可以落地生根 在英國 這樣就不會搞到 之後香港會有很大的社會風險 Karen Chan 說 香港入境不用出示護照 有身分證就可以了 那些BNO 一定有用身分證出境 在check-in的時候才需要 Passport 那check-in的時候 那個Passport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些BNO visa 其實就是放在特區護照上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他上機之前就給了 特區護照的地勤人員 飛機的地勤人員看 河虎就說 現假要讓他們 更多香港 我想沒有這樣的空襟 其實 他們想不想回來 又是一件事情 你不要搞到氛圍不歡迎走到外國的香港人 整體的氛圍如果是歡迎走到外國的香港人 他們回來花一次錢比找到大陸客人更好 我說過現實 一個在英國回香港的人 我的看法比找到十個大陸客人更好 現實就是這樣 瓜瓜就說個人覺得在香港籌錢拿到外國 觀感上是不爽的 但事實上有很多慈善機構都是這樣 綠色和平 還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在香港籌錢都是拿到全世界的 宣明會 你助養的兒童都不是在香港助養的 希望工程啊 在香港籌錢的 但是幫的是大陸內地的人 還有就是 另外 之前 敏川大地鎮香港也捐錢到國內 所以有些事情你要想一下 你拿錢去其他地方做慈善 是不是 不合法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不合法的 你要禁止它 整件事在法律上不允許這件事才行的 是不是 還有 你不可以馬上執行 你要一早就告訴別人 在慈善機構在香港籌錢 一定是不可以帶到外國做事的 一定是不可以做外國的事工的 其實是 那麼 Cheerful 又說 香港政府夠狠的話 不承認雙重國籍 其實香港政府一向都沒有承認雙重國籍的 這個我一定要說 Cheerful 又說香港政府夠狠的話不承認雙重國籍 一向都沒有承認雙重國籍 香港是 你入境香港的時候 你用了這個身份證 你就是中國籍的香港人 你是中國國籍 真的不是 你的外國護照在香港是沒有用的 什麼領事保護權沒有用 不會有這件事 你只要用身份證入境 三顆星的身份證 你是中國籍的香港人 你入境就是中國籍的香港人 就是這樣 你不承認雙重國籍 現在有些人會說 等那些BNO拿了英籍之後 不要讓他們回來 但是到時候他們回來 就不會將一些仇恨帶回來 拿到英國籍 有些人是很現實的 有些人是很現實的 有些人的利益去服務 其實現實就是這樣 Karen Chen就說 如果政府這樣玩 就是說 BNO刑事化 擁有都要坐牢 只要有香港身份證就要管 玩大了 政府有沒有膽敢這樣玩 像阿威這樣說的 Karen就說 如果政府這樣玩 英國領事館每天都還批 那麼香港政府 夠不夠膽敢搞英國領事館 就找幾個 流羅去示威吧 不過我都要說 不是特區政府搞的 有些事情真的要分開 現在有些事情太黏了 說真的 Chirful就說 連身份證都取消 其實是否真的連身份證都取消 其實 連那六個特區護照被取消的人 他們的身份證都沒有取消 現實就是這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我相信那些是不會亂搞的 不會搗亂的 還是資本主義教育人 內地有很多 這些人 其實 他們那些人 去了英國之後回來 他們不會搞事 如果真的 你想想 到了他們就能夠入籍 之後回來香港 他們不會亂搞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拿了一個外國國籍 其實那些人是做什麼 現實就是害怕香港亂 我說過現實 害怕香港亂 亂的時候 就趴趴走 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說過現實 亂就是趴趴走 其實很多人 移民外國的原因也是這樣 怕香港亂 人生有危險 因為有些極端的外國人 會搞他們 一定有的 現在是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你犯國安法 你犯了23條 怕有事 才會有外國護照 做護身符 對吧 RoyRoy107 入境處說了 不是取消香港人的身份 這個是 入境處有說的 但是他們如果在外國 申請庇護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被人庇護了 我理解就是 他們一定會問一件事 如果你的護照是沒有效的 因為其實 護照取消了 就是護照是沒有效的 這件事 你可以不相信 你可以看回 湯漢詩那一套 其實他所說的 尤其是那個移民官 和湯漢詩做的角色 他的博弈 你可以看回 其實他所說的事 其實事實是這樣做的 護照已經沒有了 然後他會問你的 那個移民官 說你 如果回去 你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國家 因為他可以遣返你回去 你會不會有危險 你一回答有危險 他就會讓你進去 他就會讓你申請庇護 如果你回答問題 就是我不會有危險 他就不會讓你庇護 事實上 那六個人一定是說的 我回去一定會有危險 那就要庇護他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這樣 莊森司徒說 如果回內地搞間 正新中國的話 可能國家和特區政府 會頒獎給他 其實他們一直在內地都有 不過他們內地那些 做得不太好 成效比較差 我也知道他們在內地做的 成效比較差 其實做這些介讀 有關的服務 你要有個人坐在那裡做才行 他們呢 其實兩個人 老實說 林希盛和陳曉卓那些 他就真的坐在大陸裡搞 他就沒有了 其實如果你要做得好 他一定要坐在一個地方搞 現實就是這樣 那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 他就說 政府裡面有人是 政生會為黑暴籌集捐款 黑暴練兵處 為了打國安牌 就咬著不放 那其實 是不是真的人家有黑暴練兵 如果有的話 你用國安法抓他 你不是用現在這些方法搞他 如果有證據 他真的會是黑暴練兵處 有些人是這樣看的 是黑暴練兵處 但是 其實事實上 別人不是這樣 坦白說 Karen Chan 就說 現在正生就正在承受 所以有些人害怕是很正常的 其實 說真的 你對社會有些認識的人 兩邊的資訊都看完 就算你沒有看完 你聽了我之前講完兩邊的資訊 你之前如果沒有聽的話 就像鬼一樣 覺得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有做事的 現實就是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了 陳肇卓他在英國 搞政生英國的事情 根本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因為他所有事情都有公開說 他根本就沒有隱藏 說那些錢 就秘密地運到英國 根本就不是這樣 這個現實就是 是吧 那 Wing Chan 就說 有後路暴動 還用怕 唉 有些事情 你真的不理解 Wing Chan 對這個世界不理解 很多人去了外國之後 他入了別人的外國籍之後 他是更加外國的 很奇怪的 這個是 你去外國住過你就會知道 不過這樣說 Wing Chan 我也經常說一件事 也對的 形容你也對 下重不可遇兵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好 謝謝 要緊張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